我们的游泳功能是 08年奥运会的遗产 是水方的灵魂 所以在最早申办的计划里面 是要在游泳室上面覆盖一个 永久性的混凝土地板 然后这样来做兵户场地的 我们希望能够在原来游泳功能的基础上 为水利方增加一个冰上比赛 冰上运动的功能 而不是一次性的 就是承接完冬奥会以后 就失去这个功能了 冬奥审判成功的那个时候 然后我和这地方的杨总 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 我们必须要实现一个 可以转换的一个比赛场馆 我们俩直接飞到瑞士 去见了宾湖协会的凯特主席 提出了这个设想 然后那个时候甚至有很多疑问 没有场馆做过这样的尝试 没有到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场地上 进行过宾湖比赛 他提过三个关键点 一是阳光 一是空气 一是冰 这是我们在后期 在冰水转换的这个方案落实中 所最最关心 难度最大的几件事 就是水利方这个比赛大厅 是一个体积空间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比赛大厅 要把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里面 从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 转变成一个低温低湿的环境 然后这个需要有相应的这些研究和技术 来支撑这些工作 阳光我们通过这个遮黑系统 然后通过一套整个摩结构的升级 解决了外围的阳光辐射热的问题 使用环境研究的团队 他们从场馆的整个空气环境上 对这个场馆做了升级 而冰是最最核心的话题 无论是什么样的方案 它的核心任务是保证这盘冰 要保证冰的稳定 这冰场里面包括了钢结构 分凝土结构以及保温层冰面 这一套机构的力学的性能 目前的分析手段 可以在电脑上把这几层构造 一次性地放在电脑里面去研究 这样的是我们可以综合地 看到最后的运动员在冰上 产生的压力震动破坏的这个结果 这实际上是基于强大的计算能力 当然我们也进行了实际的 五种符合的试验 并水转换 四个字 这样一种转换 它可能听起来非常简单 后面包含了非常谨慎的思考 包含了非常多的智慧 小三马兰奇在考察他们这些中奥场馆建设的时候 所以他说他们北京在以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方式 在准备冬奥会 肯定他们北京持续利用这些场馆的基本方向 我觉得这种策略也是为奥运会的可持续策略 所以我们也处理了一个简单 水力方的冰呢达到了国际水平 滑涩度大概在三分九到四秒一之间 是场地是非常滑的 是非常好的 这场比赛实际上就是要验证冰水转换的可行性 这个比赛成功准备 标志着冰水转换的这套结构体系 是完全成立的 我们就会坚定地按照这套冰水转换的方式 在奥运会面呈现这个冰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